大家好,我是向马 今天用鸡蛋和猪肉来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美食 猪肉给它剁成肉末 里面加点姜粉或者是料酒 食用盐,生抽,蚝油 给它搅拌均匀 再加入葱花,淀粉 往一个方向打搅上劲 这里准备了7个土鸡蛋 把鸡蛋搅散 地饼刷上一层油 火力开到中等,放入半勺蛋液 用勺子压一下,撞出一个圆形 放入腌好的肉末 再用铲子快速的折叠 边缘压紧 形成一个饺子的形状 用平底锅这样做蛋饺 非常的简单,快速,而且还省时 几秒钟就能出一个 大饺子全部做好后 可以稍微的煎一下 这样会更加的香 再上锅蒸10分钟 往里加一点点番茄汁 生抽 白糖 蚝油 淀粉 清水 给它搅拌均匀 倒入锅中小火勾芡 番茄汁熬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蒸好的蛋饺,连烧番茄汁 最后撒上葱花就可以了 今天呢我做了20多个 还有一点放到冰箱 明天给孩子当早餐 真的非常的好吃 喜欢呢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